我来快玩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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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来 睡来 你能躲着 我来 起来 你看你 喂 我来 我来 23年12月24日 河南商丘宁令县 绿华园学校发生一起学生死亡事件 令人气愤的是 心痛的是 是这个孩子浑身是伤 好端端的一个孩子 生前在学校到底听见了什么 才让他如此绝望 选择结束生命来逃离这里 更令人想不通的是 孩子身上的伤痕 到底是怎么来的 孩子的脚腕是断的 身上多处愚情 两只手更是伤痕累累 令人不忍之事 伤口已经结扎 说明这些伤 已经存在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令人想不通的是 孩子身上的伤痕 到底是怎么来的 手上是利器贯穿的好多的伤口 那是锥锡的痛 孩子的班主任 还有说班里其他的认可老师 为什么没有发现 孩子手上的伤口呢 到底是默不关心 还是故作不知 到底是网友口中的 老师虐待孩子 还是同学的校园霸凌 不管什么样的借口 孩子在学校发生死亡 这伤很累累 校方和相关的老师 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且该学校曾经在2022年 就被学生家长投诉 自己的孩子因为上课说话 就惨遭该老师的体罚 老师让同学轮流 打孩子的事件 现如今又出现了 14岁孩子在学校死亡 看着校门口赫然立着 家长放心 社会满意的八个大字 瞬间感觉格外的讽刺 我不容易把孩子养大了 结果命散校园 这让家长还怎么放心 让孩子在学校里学习 这么恶劣的事件 不能草草的结束 必须要还当事人家长一个交代 还在校家长的一个交代 如果此类事情得不到重视 我们都默然 只会让更多的学生惨遭毒手 下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的孩子 看了视频和照片 孩子你是有多痛啊 孩子你安心 法律一定会还你公道 大家好 今天12月29号 赏牛警队 因这个 达骨天气 现在开始 逢道 所有人 进这场道 逢道了 这三项的一个盖科研工作 就是新建盖科研 幼儿院 二十九岁 第四项工作 是阻止 进行 赏牛市第十四届 不完全全享 农民烂修赛的 这个决赛 体股像是 住着左号 这个 互联网吃饭的我 发这条视频 意味着什么 对账号的影响 又意味着什么 虽然我没有太多的粉丝 也不是什么大网红 但是 我是名领人 我必须要这么做 也一定要这么做 拒绝校园霸凌 希望能给 14岁儿童 一个公平公正 公开的结果 我三天内 不会发任何娱乐段子 只为 调念事者 14岁的朋友 虽然我们素未蒙面 但你的痛苦 我不敢想象 也希望天堂 没有痛苦 他一切没交完钱 他一切不交完钱 他一天了 一天了 大家见了 倒是没有当了 他妈妈回来了 他妈妈没给家了 他妈妈没给家了 他照着的照 你回来了 不是见了 我是名领人 在我们名领下发生这么大的事故 每天视频爆满 每当我耍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心里都非常气愤 非常心痛 但是 咱不知道内情 不知道事故的原因 咱也不能贸然的去评论 但是 从视频中 看到我们领领的老百姓 这县政府后边的路 都挺满了 你看看 都是吃 估计前面完全才堵的 这边拔出来 这边不让哭 是 是 是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